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也是一个问题 但是为了把这些南方州都拢进来的宪法 不可能进入奴隶制 进入奴隶制他们是不会签字的 他们就根本不跟你玩了 那我为什么要成为你这联邦的一部分呢 因为这是涉及到他们的这种基本 他们认为非常本质的生活方式 这也是为什么南方奴隶主 甚至就包括非奴隶主 都认为不可放弃奴隶制 所以联邦宪法只是禁止奴隶贸易 大概就是在制宪之后20年 1808年不能再进行奴隶贸易 但是对各州内部能不能实行奴隶制 这完全不致一词 否则的话就变成南北之间 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这是相当于是什么 就是一票否决 这个问题只要你采取立场 你说或者是你明确的规定 可以实施奴隶制 那北方不干 你说明确的 在哪怕是某一个时间之后 不能实施奴隶制 南方肯定不干 南北就合不了一起 这是一个本质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只能避而不谈 如果说你还要一个统一国家的话 那么我想当时制宪者 肯定是怀的这种心理 就是希望以后呢 这个问题能够妥善解决 无计而终 但是没有 过了70多年以后 仍然没有 所以美国宪法是对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发言 甚至对新建立的州 能否允许还是禁止奴隶制 也没有任何说法 那么这个有说法的 就是我早先提到 各种妥协都是联邦立法 那联邦立法就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看国会两院 包括总统到底是南方民主党 还是对吧 北方民主党或者是后来的共和党 那么为什么南方不能放弃 我想本质上还是巨大的经济利益 南方不能够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 过了70多年以后 这一切都没有变 所以说南北 在这个立宪的时候 可以相当于是搁置争议 咱们以后再谈 但是到了1860年那个时候 这个争议已经搁置不住了 在经过了1840年代的飞舞运动 Juan Brown 这个然后185060年代这个选举 以及就是大西部给他们每一次吸纳一个州 都要面临一场巨大的争议 或者说南方越来越感到这个没有前途 这个未来暗然无光 所以他们必须得脱离 现在联邦整个的都被北方主导的 众议院不用说 参议院也是 然后现在总统也成了共和党的天下 所以他们不能接受 因此必须得脱离 那么这就是南方的基本思维方式 但我想有一个问题 也许可以问 就是如果说当时北方的很多人 都明确的知道 如果我选择林肯 南方就要脱离 这个时候我还把不把票投给林肯 如果我是美国选民 我有大概率的会把票投给道格纳斯 因为我已经表明的态度 尽量的避免内战 林肯的态度 为什么说他是个温和派 也是让蓄奴制自身自灭 那他不灭怎么办 对吧 叫谁啊 那个那个福 对不起 福格尔 他说这个美国奴隶 虚奴制至少在当时1860年 看不出来他有任何灭亡的趋向 那就算了 这就是北方温和共和党人 像林肯这样的人的态度 我在第一次讲座的时候 引用过他的一句话 那就是说 他们共和党唯一的要求就是 奴隶制不再扩大 他也是要尽一切力量去避免战争 如果说这个不经过战争 就能够废的奴隶制 他会选择这个不经过战争 那这个如果说这个不经过战争 奴隶制依然会保留甚至生命力和旺盛 那么林肯照样也不会选择战争 所以这是共和党唯一的 就温和共和党唯一的一条底线 就是不能再在西部再去扩大奴隶制 但是恰恰是这个底线不能为南方所接受 所以这就是美国内战的这个根本原因 那么他的根本原因呢 就是用现在的理论 用我的理论来包装一下 那就是他们在奴隶制这个社会契约问题上 出现了根本的割裂 就是美国契约破裂了 原先你加入联邦成为一个国家 他是有一些若干基本承诺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遇到了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所以最后是通过内战解决了这个障碍 那么今天你说美国有什么弱点 实际上他就是续奴制所带来的遗产 就是美国社会继续的分裂 黑白之间 南北不那么重要 这个不同的阶层之间 包括这个不同意识形态之间 这个你像就是共和党 极右或者是远右的共和党和远左的民族党之间 似乎也是已经没有共同语言 那么一个民族的力量是体现在什么地方 这个民族力量就是体现在社会契约上面 就是就某些基本问题能够达成共识 并且愿意做出承诺 这是这个民族的力量 那么任何的这个本质性的分裂都会让他 就是变得衰落 就是为了都会去削弱他 我们说的团结就是力量 这个团结不是指你只有一种政治观点 政治立场政治利益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然会有分歧 必然会有辩论 这个必然会有竞争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套基本的规则 去解决我们的分歧 这就是社会契约 那么但是如果说这个国家有相当一部分人跟美国当时的南方奴隶主一样 觉得这国家对于我来讲没有前途 不管是什么原因 我在这个国家看不到前途 其他人 就我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 已经不是一种朋友 或者是人民的内部矛盾 已经不是公民和公民之间的关系 只要是变成一种敌我关系 就川普所说的你们我们他们 如果我们在宣扬这些东西 把人分割成一个个不可交流 不可谈判 不可能就某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的不同人群 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很危险 我觉得美国现在有这种危险 这个尤其是这次选举能够看到 甚至就是我们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认知 都发生了分裂 这我想就是谁对谁错 这是第二位的问题 是吧 就是我们对一些基本事实和基本原则 以及这个国家的基本前途 能否有一个共识 那么这是决定这个民族未来的关键问题 而美国现在即便是选举过后 这个就是表层的问题似乎基本解决了 但我觉得深层的问题没有解决 好 这位这个秦川群友的问题 就是美国南方如果说主动的废除奴隶制 这个有没有权利脱离 那主动废除奴隶制 这就不成问题了 那南方还要脱离做什么 对不对 他们之所以要脱离 正是为了保留奴隶制 那我就主动废除了 那我还脱离什么 对吧 而且就是说 这理论上主动废除也不能脱离 这就是联邦和邦联本质的不同 联邦是不能单方面脱离的 除非联邦同意你脱离 但要不要同意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还是可以争论的 就是有一点啊 后来其实林肯也做了一点事情 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联邦能不能买断奴隶 就是把自己奴隶制给赎出来 这奴隶都有价值 都可以买卖 那么现在奴隶主为什么不愿意放弃 那无非就是奴隶有巨大的利益吗 对不对 那我现在把它就买了 行不行 对吧 这种可以 这其实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案 后来有几个 就是这个摇摆州啊 没有参与 就是这个南部邦联 大概有三个到四个 我忘记哪几个 林肯后来为这些州的奴隶制 提供了补偿 相当于是联邦在征收奴隶 征收你们的财产 然后呢 按照可能是一个市价 也许反正是某种 这个双方能够接受的价格 然后你们把这些奴隶给解放 我认为这个可以是一条路 那如果说南方奴隶族可以接受的话 那尽管他们拥有奴隶比较多 当然我想情愿 这个情愿通过这种方式 比较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吧 对吧 当时北方向林肯他们 有没有跟奴隶族们讨论过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 这这这段历史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可能他这种建议肯定是会被激进的共和党人所排斥 这么罪恶的制度啊 怎么还能等于把这个买断还能给这些 这奴隶族已经是赚的盆满这个钵满了还给他钱啊 他们肯定不会接受 但是呢也有很多啊 这个温和的啊 这个这个反对啊 奴隶族的制的反对者 他们也许会接受啊 就是我刚才讲的 应该会有很多人会和我一样是要尽量的去避免战争 那么俗买政策呢 未尝不是一种方式 如果这种方式能走得通 那完全可以 当然如果南方连这个都不接受 那就没办法了 只有就是南北必有一战啊 那南方是不是因为他的道德劣势啊 没有独立成 那我想跟这个道德没有什么关系 是因为道德上面双方相持不下 所以说呃最后发生了战争 但是南方能否打赢这一仗 这个跟道德没有什么 也许有关 但是没有什么必然的啊 决定性的关系吧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南方也有非常杰出的将军 罗伯利啊 最近有关于他的数项被推倒什么的 但无论如何呃 他总也还算是一个一个君子吧 对不对 这其实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谈论内战 还可以谈论美国内战 至少美国内战没有发生屠城啊 像中国这样发生这个大屠杀 是死的都是战士啊 双方最后也都能够以君子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 但是这个呃 南方是不是会必然失败 可能更多的这方面倒是跟他的这个经济啊 生产力啊 呃这方面更有关系 对吧 呃就是总的来讲 呃他可能实力在人数上啊装备各个方面可能总体上还是要逊于北方啊 呃那所以最后他失败了跟他的道德呃这个劣势没有什么必然关系 至于这个呃民主和文明之间的关系呢 我想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民主就是文明的一部分啊 对不对 你现在连民主都没有怎么还能说是文明呢 啊 所以民主是和文明是不是有存在矛盾啊 有时候会不会因为呃像什么 尤其是在一些这发展中国家他实施民主的条件所谓的条件不具备 其实以后我们可以就也不是那么简单啊我的意思实际上是就是说他的未必是民主条件不具备 而在其他方面条件不具备 比如说政家分离啊那那那这个很多的伊斯兰国家呃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人是是不接受的啊是吧 那么这样的国家实际上他是呃不所谓不具备民主条件意思是这样的国家搞民主可能还不如不搞民主 因为呃在这个独裁的时候君主可能反而是宗教比较宽容的 你搞民主反而呃变得这个宗教原教旨主义变得非常激进的 你像伊朗就是这样是不是啊但是总体上讲啊当你具备条件以后民主显然是文明的一个一个一个最主要的标志 你这个国家这个大多数人连选票都没有连政治权力都不具备怎么还能讲你是一个文明国家呢 你这几个这显然就是野蛮国家嘛对不对文明也只是局限于这个极少数人那你装什么对不对 绝大多数人就是政治奴隶这样的国家人是文明国家吗 这不可能的吗说美国什么呃这个因为民主而这文明衰退了这也是哪是哪啊对不对 美国的民主从这个1832年就基本上成型了啊 在这个方面美国的大作民主绝对是世界的火车头是第一个那比命比英国进步的快的多 英国是因为在权贵之间啊这个慢慢的权力斗争权力一步步的扩大下放啊 所以他的民主进程很慢但美国很快啊到了杰克森当选总统的时候 美国的大众民主应该说不比今天差啊呃所以这呃一百将近有一百年了 那那你要说美国民主衰落那那他早就该衰落的呀对不对 他民主化早就完成了呃实际上当然这这这这这这说什么就根本不make sense 那美国的民主在这个近百年时间那绝对是变得越来越文明了啊 就原先美国的民主是比较野蛮的各方面程序包括就是选票啊什么这方面设计都是有问题的 甚至没有真正意义的秘密投票所这些就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呢在后来都这个逐步完善了啊 所以说呃这个现在这国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三十多年过后人民的意识反而发生了巨大的倒退 就原来哪还会有什么呃这个言论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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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然的反民主的言论这个大行其道啊呃这个这个当然呃对民主不能有这种表观的理解 要对他呃有这个比较全面的啊比较深刻的理解但也不至于就是走到反民主的赤罗洛反民主的地步啊对不对 一个国家如果连这个民主都没有那他还谈得上是什么文明呢 好这个啊赵新先生的问题就是呃奴隶制时代是不是低人权啊我想呢这个他显然是低人权但问题是我们重点要去理解他的这个优势呢就是他的这个人权和经济成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的低人权是到底指什么啊啊 那么在美国的话呢就是福格尔的观点认为这些奴隶至少生活的还不错生活成本未见得低啊尽管当然他们是没有人权的啊连基本自由都没有 但是呢呃这个呃或者你也可以这样讲在这个方面的低人权未必意味着呃优势啊未必意味着在经济呃成呃成本上会有所节省那所以这个低人权未必有呃有低人权优势至少可以说明这个啊呃另外你说的就是斯密这问题也是对的啊他至少写过这个两本书影响都很大尤其是国富论当然 但是他也写过道德情操论但是呢你并不能把这两本书就变成了归结成一本好像道德情操论就是为了拿去论证国富论我想这是两回事情对吧呃这个就是自由市场是自由市场道德情操是道德情操啊我认为呃这个斯密本人还是一个非常持终和平衡的学者那呃呃那么呃你说的这个呃这个问题就是说 南方是不是主要因为经济因素啊拒绝放弃奴隶制这我基本上也是可以同意的我想呃呃呃当然这个要认证起来未必很容易但是呢呃南方提出的各种理由啊什么呃呃这个这个呃呃就是圣经不反对虚弩啊诸如此类的啊 啊这可能骨子里尽管这不容易认证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他骨子里面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经济力啊和这个奴隶制的这种经济的这种生活方式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是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力就会导致战争你只是看到了这一面南方这一面还有北方那一面啊那如果说你认为这南方的这经济力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北方受不了所以北方要发动战争那么你就变成了 秦老师说的那个论点而这个论点我是反对的双方并不是因为主要不是因为经济利益之间的这种分歧啊当然这个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这个作用是不大的那更大的作用是双方在西部的争夺尤其是对政治权利的争夺以及在道德上的这种北方对南方的这种排斥感最后导致了战争 所以我反对的是这个意义上的经济决定论啊那么这也是马克思想当然的这个说法啊这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这个这个之间不是显然有这个经济利益冲突吗对不对资本家多赚一块那无无产者就少赚一块所以说他们之间的这种经济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最后必有一战不是东风亚倒西风就是西风亚倒中风这是完全错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能认同 呃这个内战是对南北双赢内战当然是双输了双方都死那么多人怎么还是双赢呢对不对你只要想想啊我这个到底在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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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弃这一块钱啊甚至哪怕是一百万还是说我要拿起枪拿起刀要跟你决斗那有可能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50%的概率我被你杀掉或者你有50%概率被我杀掉是不是那这两者之间选哪个那当然我还是要选保命啊对不对 啊所以这显然是不理性的啊这是什么因为经济利益的冲突而走向战争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呃呃是因为纯粹的经济利益而走向战争因为战争永远是不经济的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对不对你有什么把握说你最后一定是你战胜啊 啊你一定能够把这战争的成本给赢回来所以你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战争恰恰是这个最不经济的啊那么呃南北之争主要的并不是围绕经济和贸易啊我们也看到就是他们之间这种争夺也不是你死我活的北方并没有说要搞死你我马上就要废除你州内的奴隶制而只是说我不让你扩张啊不不让你在在西部新的州实施奴隶制 在你本周你要实施继续可以实施啊对不对而且你的前景还好得很呢你要那么着急干什么呢所以我我不认为经济决定论有解释啊有解释力那么你后面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呃这个就是民主和呃最基本的人权他在某种意义上就变成了相互定义对吧呃尤其是你看美国的五分之三条款体现的非常清楚就是南方这些 奴隶主或者南方这些人吧他是非常功利的一方面呢他不承认奴隶是人他就纯粹是个财产就是是猫是狗啊但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把他们算作是人因为这样可以去充实他们在国会众议院和选举人的这个票数所以就把结果就两方妥协把他们当做是五分之三个人啊 啊那么到底这个黑人是人还不是人那他是民主的一个首先的前提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因为民主就是由民来做主那到底谁是民谁是人所以这并不是因为民主有什么缺陷对吧而是民主本身的定义他有些前提条件啊那你说我这次国家搞民主啊但是呢我这国家人民就是属于啊这个啊是连收入啊在这个五百万以上啊 啊那么绝大多数人当然就不是啊不是人了对不对啊那么现在你像这种观点在中国华人当中大有人在啊就纳税者啊只有纳税的人才能投票啊你不纳税你没有工作你吃救济还在投票是不是你这不是就变成双赢赚了两只便宜吗那这这就看我们怎么来定义那按照现在这个通行的定义当然这个你只要符合一定的政治条件比如说你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啊 那不管你的收入怎么样有没有工作啊拿不拿救济拿不拿税啊只要超过了一定的年龄那你就是公民啊这就是民主那我不认为这个民主本身啊有什么缺陷啊这我想这也是可能对人啊或者民啊最自然的理解吧啊呃后面还有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肤色刨去肤色美国这种奴隶制是不是算农奴制 呃我觉得要比农奴制可能更加的呃严重一些呃这个秦桧老师对这个应该有更有研究了因为他研究俄罗斯对吧就农奴到底是什么性质跟美国的奴隶相比呃农奴是不是仍然有一定的这种人身自由啊我我的出现理解应该是比美国奴隶制好一点但是我会把理解为就是在国家制度支持下的一种 封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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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或者是农庄制那他不是由国家来直接的实施这个奴隶制但是呢国家的法律是支持啊并且是实施这种制度如果他别奴隶逃跑了啊那财产跑掉了那那国家要派兵啊派警察去把他给抓回来啊那呃这个南北内战到底是出于利益还是呃这个 出于这种道义啊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二者皆有但是道义显然不可忽视啊包括政治利益也是一种利益对吧不我们不应该就是局限在这个经济利益上面嗯这个我这一时啊刚才一时断片让我去看一下你的问题啊就是啊美国人是不是就是比较现实主义啊 啊啊比如说看看他对这杀他拉伯啊这个那么残忍的肢解的一个记者也就没事了那谴责几句也就过去了啊那么这恐怕还是不一样那也就是说国内和国外啊这个还是不太一样那么对于国外的话呢一个是国家说实话国家能力有限啊我们不可能依靠一个国家去干预全世界各种侵犯人权的事件对吧 啊那么沙特呢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盟友啊他有各种各样的战略利益在沙特因此呢除非他因为他可以轻而易举的改变沙特体制否则他可能就不会轻易的啊搞坏和沙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这跟我眼皮底下就是我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正在实施一种非人道的制度恐怕是完全两回事啊 这个可能就是我的国家啊他说起来他是我的同胞但他却在那做这么不齿的事情我是不是还要这么这么样继续的容忍下去啊这个和这个沙特呢怎么样恐怕是不是一回事对吧那所以这两个我觉得是不可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很适当的这个类比不错美国确实有很强的现实主义 我也不认为这个有什么错那我们人当然应该有理想有理念啊但是我们人每个人都是理性自私的也都有各种能力方面的局限只要能够守住他自己的底线就是他能够保证自己国内不作恶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 还有一个问题就南方如果通过独立公投能否就脱离了盟邦那那当然很简单不可以那啊啊 其实呃当时呃当美国主要是同南方议会但是呃通过公投也完全没有问题吧啊 因为南方这个当然不算黑人对吧啊绝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奴隶制的啊所以这个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这无论是议会决定还是公投决定公投其实并不能给这个决定赋予更大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公投依然不得违宪啊 你是联邦体制联邦体制决定你不可能单方面脱离啊那么要脱离必须是双方啊你看这个比如说这个加拿大啊无论是魁北克还是现在这个这个就是英国的这个苏格兰啊都是如果只有对方啊就中央允许你脱离你才能脱离啊如果说一方不允许那么另外一方公投或者哪怕你这个国家百分之一百的人 都要建立自己的国家那都是违法违宪的那所以双方如果有这种本质分体分歧那么无论是在联邦制还是单英制都脱离不了西班牙就是这样对吧啊我记得两年之前两三年之前闹得这个沸沸扬扬最后也没有能够脱离成功那么这样的国家一般就只能给予这高度的自治啊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能够化解一下这种分离主义情绪啊所以啊 不要就大家不要神话公投啊说实话很多国家的公投也都不是做不做什么好事啊让议会去辩论往往能够更加的理性啊能够对问题能够辩论的更加的深入啊公投往往会带入民粹主义情绪 好那么晚上有点晚了我在回答今晚的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啊基督教在不同的时期啊是不是体现出有不同的特征啊那我想每一个宗教都是这样的对吧啊但这尤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论基督教好像世界上就只有一个基督教实际上不是对吧基督教有许许多多个基督教啊那么有天主教有新教新教有各种教派 有不止于这个啊这个好几个教派啊那么在这个包括基督教尤其南部的基督教那他肯定是改变看法了当时他们在到处在圣经里面为逊奴子找医去那现在当然不会有人在这么做了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就同样一个宗教或者宗教门派本身他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当然更不用说就是尤其对基督教这样的大教包括伊斯兰教啊他在结构上都会有很大的变化那新教革命以后啊基督教就整个是分裂了啊是吧啊这个那么其实基督教很就造成基督教今天不同于其他宗教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新教革命 啊或者说像今天可能大家认为问题比较普遍的伊斯兰教他缺的就是这么一次革命啊当然严格来讲这样说法也不对事实上的话呢啊这个伊斯兰在某种意义上跟新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他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上就政教分离上他没有能够做得到啊当然基督教不论是天主教基督教在新教革命以后也没有 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宗教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啊基督教之所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包括天主教后来不断进步他的不断进步也是在新教改革的压力之下进步的否则啊就是老子我就是天一统天下那我要改不要改都是我教皇一个人说了算我改干嘛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啊那么这个新教呃这个革命以后又经过了应该说上百年数百年的时间慢慢的啊这些西欧国家才认识到政治和宗教是要分开不分开什么结果那就是要打仗就是要打内战那啊那么美国呢比较好因为他一到 到了美国联邦立宪起点就很高但实际上的话呢啊联邦立宪也是管联邦第一休战原先并不针对各州各州还经过这么啊上百年的时间啊那么才有些州吧才真正实现了这个政教分离啊 啊呃当然总体上美国树立了一个非常美国和法国那法国也是一个世俗化就国家的这种世俗化倾向很明显的啊在这两国家是做的最到位的啊呃呃呃那么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方面而不是说基督教本身如何啊那么任何的宗教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看到圣经也是不反对无力制的对不对但是这不重要啊呃呃呃那么重要的是呃呃不要让宗教去绑架国家或者让国家来绑架宗教二者分开让宗教让信仰慢慢自己去进步啊 啊这就是宗教自由政教分离的这个这个啊这个基本界限啊那么只要你有了这个原则说实话什么宗教都是好东西伊斯兰教他如果能够做到政教分离伊斯兰教很好啊反过来你如果政教不分那基督教也会出问题啊所以问题的本质是在于 对政教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宗教本身我们今天都非常啊呃呃就是对有很多人吧对基督教赞美有加我也是我也喜欢这个宗教但是要看到基督教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这个实现了政教分离原则啊那么如果说不能实现这个原则任何的宗教都不值得信仰 啊换句话都不是好东西那啊没有政教分离宗教就不是好东西一旦有了政教分离啊哪哪哪个教哪个派几乎可以说一切的宗教都是好东西啊托克威尔就这么说的你们有人读托克威尔你们可以去找找他的这个论点啊我觉得讲的非常啊非常有道理好的那今天已经比较晚了那么这个大家可以把问题再汇总一下我明天找个时间 再统一回应一下好在此感谢大家大家好 这很高兴看到大家的提问啊呃我看一下问题质量都很高啊那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啊问关于这个美国在就是内战以后啊黑奴解放那黑人的生活质量到底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啊这个可能对北方的黑人呢他不存在这个问题估计前后没什么变化 啊呃南部的黑人员先是奴隶现在呢这个变成所谓的自由人呃我的印象但我对这个没有专门研究对但是我的印象总体上应该是降低那因为这给你自由那一方面是你确实获得了这个人格上的自由但同时呢他也不承担责任了对吧 这相当于以前把呃把这些人呃呃关在庄园里有点像搞这个社会主义或封建主义反对有封建龙奴制嘛对一方面你没有自由但另外一方面他对你也有某种责任啊你的生老病死啊你的这个呃这个吃喝拉撒那些基本生活所需 他是给你提供的而且我们也多次呃就是谈到这个问题那就奴隶主呢不会对奴隶太差为的就是说要这个给给就是首先要让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啊去呃干活啊对吧那另外的话呢其实还要给他提供一些这个积极性啊就是他人不是机器嘛对吧所以这昨天也谈到关于奴隶的工资问题啊 啊那个福哥呢可能还是有点太乐观啊他认为这个奴隶获得劳动的绝大部分所得但实际上的话呢可能并非如此可能只有少部分的奴隶获得了这种奖励有点像奖金啊你这活干得好那我就多赏你几个或者说你这个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啊啊这个有的呢是就是做了这个奋外的事情啊 啊这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啊然后又就等于是超时加班有加班费那就这种兴趣啊所以呃奴隶的生活呢说不上好但是呢他有保障自由以后就难说似乎政府南方政府肯定不会给他们提供任何啊这个就是说救济联邦政府呢应该是也没有做那也没有做什么 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也是为什么我昨天讲啊就是通过战争来解决方式对奴隶本身未见得好啊因为这些人第一哪都去不了他可能还得待在南部对吧还得跟这些奴隶族打交道啊他们可能除了干农活也没有嗯别的生活技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给他所谓的 这个自由和独立呢啊可能与其说是呃这个这个自由啊权利啊还不如说就是推卸责任啊就是给他们的其实反而是面对生活的挑战啊从此以后你就完全是这个自生自灭了我就不管你了那当然我也不所谓剥削你啊所以奴隶的生活在而就是解被解放的奴隶的生活的很大很长时间是是非常 不好的甚至就是说这这种呃就日积月累啊他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为什么现在这个贫富差距这个黑白差距还是那么大呢对吧那这很大程度上就是这历史遗留下来的那这这种遗产啊持续的时间会这个很长很长啊所以与其如此呢可能就是不如啊以一种和平的啊双方觉得大致都能接受的方式 呢去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首先就是你不需要经受这么大人员的伤亡第二呢就是呃不至于把这个黑白的关系啊呃搞得那么对立啊呃对以后就是这些被解放的黑炉来说呢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啊嗯那么这就跟第二个问题有些关系就是说呃 啊其他啊其他国家像这个啊这个啊英国啊 长久的来说对于这个黑人的发展应该说是更好啊 那我不了解英国有没有给这些获得自由的奴隶呢 以一笔相当于是我们叫这个启动经费啊 比如说我们转校对吧 或者说你是刚入职学校的话呢 会给你一笔启动经费 有的可能是算所谓安家费 有的是算什么研究经费 都是帮你就是一开始 万事开头难嘛 帮你帮助你启动 如果说英国能够做到这样的当然就更好了 英国和美国一个很大的区别呢 就是英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 所以权力都掌握在中央政府 也就是在这个英格兰伦敦那个西敏市的那个议会手里 那所以他要征税啊 要要干嘛他都能做 美国联邦政府联邦的权力呢 至少在当时是很小的 那其实美国联邦权力的扩张是和解放黑奴南北战争很有关系 从此这一打以后就等于是周权主义被打趴下的 那联邦权力自然也就开始逐步的膨胀 他这么回事 所以联邦呢 他其实是没有什么资源 所以一方面他不可能给这个奴隶提供解放以后提供什么帮助 没有什么启动 第二就是通过这个赎买这种方式可能也不可行 因为没那么多钱啊 联邦政府什么大事举债啊 这些都是到了新政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啊 这个不可想象 而且肯定会招致非常广泛的强烈的批评 因为美国人不能接受 而且呢 北方也不能接受把这个钱啊 等于是自己是纳税人嘛 把这个钱给的联邦政府拿去付奴隶主 补偿他所谓财产的充公 你这个就是一个不人道的不道德的体制 是个罪恶的体制 奴隶本来就应该自由啊 凭什么啊 你放了奴隶还给你钱啊 还要从我的腰包里给你掏钱啊 所以这个政治虽然好呢 对于美国可能有就是在几个方面都不具备可行性 好 第三个问题关于这个南非骚乱的这个根源 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个南非呢 其实首先一个南非骚乱很正常啊 就是我们讲南非呢 在九九十年代吧 尤其是九三年到九六年制限 南非有过两部就是九十年代有两部宪法 九三年临时宪法规定 南非就他这部这是一部临时宪法 但是这部临时宪法非常重要 因为他规定了正式宪法所必须满足的一些契约性条件 那然后九六年制定了正式宪法 那么这段时间被认为是南非的奇迹啊 主要是政治奇迹吧 为什么因为南非当时有很多人讲他已经濒临内战边缘 实际上他已经在内战当中啊 就是黑人的这种反抗的越来越强烈啊 那不光是上街游行啊 非国大原先就被白人定性为一个恐怖组织 因为他搞暴力革命暴力斗争 因为等于也不把他们当人看嘛 对吧 这完全没有顾及到这个黑人的政治权利啊 所以他很长时间大概有这么二十多年 三十年时间都处于这种非法的状态 那么后来就是武装斗争欲演欲练 这就是南非九十年代初期所面临的状况 那么那后来释放曼德拉 然后这个他和德克勒克合作啊 啊 虽然经过一些波折 但是呢 成功的度过了危机 至少南非没有发生大规模内战 这就是南非奇迹啊 那南非说是他是奇迹应该不过分啊 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就没有发生这样的奇迹 对吧 美国就发生了伤亡惨重的内战 那南非之所以能够发生这样的奇迹呢 就是因为黑白这个种族之间达成了和解啊 虽然这和解非常困难 也应该说也是非常不完全的和解 但他们达成了一个基本和解 那这那么这两族呢 愿意就是说这个坐下来好好谈 好好制定一步啊 能够平等对待啊 双方的啊 平等对待所有人的想法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祖鲁人 现在闹事主要是祖鲁人闹事 南非大致是这么三块势力 黑白和这个祖鲁人啊 那么他们达成了这个社会契约 所以能够维持后来的和平啊 但南非这个和平呢 应该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很容易被打破 他面临各种各样的危机 那么首先就是他好不容易度过这个政治危机 实际上呢 他的经济也非常不怎么样 那因为我在我们这个其实很多人带有这种种族色彩的思维当中呢 就是认为白人在的时候 南非是非洲的这个相当于是这个黄金国家 对吧 就是就是发展啊 这个一路高歌猛进来 或秩序维持的也非常好 其实已经不是这样 尤其南非的经济 在这个九十年代初期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危机 那很大程度上 这个非国大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 那所以 但是后来呢 这个也并没有就是发生这个经济危机 还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 他的经济发展还算不错 但是这样的国家要发展好呢 这是很不容易 你必须要就用中国的话来说 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就你必须要非常小心 这是给所有的转型国家 如果说以后中国有机会转型的话 也是一样 就是转型这个时间啊 是最危险的时刻 那你一定要非常小心 你一定不能乐观 那中国也是 以前就是太乐观了 那搞革命啊 这个这个共产主义大同事件 这有什么不好 这不可能不好 对吧 所以你怎么折腾 这方向是正确的 怎么折腾都不会出乱子 那我们我们发现了 对吧 南非也是这样 就是他的这个转型成功以后太乐观了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理由乐观 经济上他没有理由乐观 政治上更没有理由 为什么说政治上没有理由呢 因为恰恰是因为南非的黑人多 并不是说黑人多就黑人就不行 但这也是个问题啊 就是刚才这位呢 也提出了后面半个问题啊 如果说美国这个内战之后 由黑人来执政 美国会是什么样子 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吗 还是说就是南非这个样子吧 是不是啊 这个呢 跟种族有关 但他不是有种族决定 那就是他其实跟文化有关系 那就是 我们讲社会 企业政治自然法则 都是要求我们 公民自觉的去遵守 也就是说 他必须是成为你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说你文化 没有这个东西 那你就没有 那美国的白人应该说 因为历史啊 各方面的原因 他很多人 有这方面的政治文化 所以他能把国家统治好 那如果说黑人没有这个机会 对吧 那他没有这个文化 那他很可能就统治不好 那么换句话说 如果美国当年假想啊 当然这是没有可能的 对吧 就这些受压迫者 一旦成为统治者 那很有可能 美国就到此为止 对吧 这当然这并不是 并不能怪他们 因为这个 他们没有机会参政啊 他们如果说 一开始就有平等的机会 和白人一起竞选 最后你还是不行 如果说有相当长时间的机会吧 至少几十年上百年时间 如果说你这个民族呢 还是这个很明显的 不符合政治自然法则的某些条件 那可能这个民族就不行 我们也不需要 确实不需要去追求一种政治正确 那么这个在就是政治文明方面 应该说白人是走在最前面 那这不是说跟肤色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但他会跟文化 华人政治也不行了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 并不是因为他一定是在我们华人的 这种生物基因里面 但他很可能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面 我们一直没有在民主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 对吧 所以我们没有经过民主的历练 所以我们不具备这些方面的理念 或者说在这个面 在民主实践 哪怕机会到来 那么我们很可能因为任职 不到位各个方面的原因 而抓不住这些机会 所以是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南非黑人执政 注意就是说他可能比美国黑人条件 还更不具备 为什么 因为南非黑人没几年他就执政了 对不对 那他以前虽然没有做奴隶 但是他没有从政的机会 他们是被歧视 政治权力被剥夺的这么一个族群 那么他你原来根本没有民主 政治的经验 一下子你变成多数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就是以一种 比较公平的清廉的方式去执政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挑战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 就是一个民族 其实如果说你这个各个方面的条件 不是得天独厚的话 那么你是需要 就是也就是说 这个民族可能自律的心理不够强 那么你是需要有外在的制约的力量 那么但是 如果说你这个国家的某一个族群 或者某一个宗教这个变成了等于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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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无霸 对吧 就是没有人能够挑战你 那比如说很美国原先也是这样 但是我上次就提到这个问题 就基督教他最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他能够自觉的认识到政教分离的必要性 那么这些在其他宗教没有 包括佛教也没有 伊斯兰教尤其是没有 那么我们看到 像下很多国家 非洲国家 包括中东国家 土耳其 都是伊斯兰占绝对主导 百分之九十多 有的甚至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属于某一个宗教 那么要让这个宗教还意识到政教分离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通常没有美国立宪者那种智慧 南醉呢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因为他是黑人占的绝对多数 大概在人口上有百分之七八十吧 就是 而且就是刚刚转型以后 那么在选举的时候 族群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因素 这也是非常不正常的 因为在一个就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我们不应该去玩弄身份政治 那就是国家 他处理的就是世俗的事物 他跟宗教没有关系 他们肤色同样没有关系 对吧 我们这个莫子说什么 就是选贤欲能 好像是礼运里面说到 莫子也是这样讲 对吧 就是我们应该按照人的能力 来选拔人才 而不是按照你的肤色 或者你的信仰 或者你的党派 或者别的因素 这都是不相关因素 但是一个国家刚刚转型完以后呢 尤其是你这个族群黑人 刚刚是被欺压 被歧视 以前特别抱团 那么当你在面临选举的时候 你就会按照族群去投票 这个候选人 我不管他的能力怎么样 他的道德状况怎么样 就是因为他是黑人 所以我投他 白人也是一样 对吧 人已经少了 那我再不投我自己 那不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吗 那更容易被这个黑人灭掉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族群政治很厉害 而且他容易变成一种多数人暴政 比如说我们都是黑人 以前白人欺负我们 现在我们是统治阶级 干我们去欺负黑人了 那么你这样 如果说一欺负的话呢 那白人就跑掉了 对不对 其实非国家应该说 总体上是很克制的 因为他能够看到这个可能性 但是呢 他的 应来会有某些不明智的政策 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太自信 太乐观了 就觉得奇迹发生 然后前面是一片光明 那么这个灾难呢 往往就是出在这种不小心的时候 不过曼德拉他也是 这个就是说是 这个比较左的 有些政策的未见的合理 比如说要求这个公司 要录取一定比例的黑人 对吧 那么这又是在玩这个身份政治 或身份商业 那不管这个黑人够不够格 有没有这个资历 你都要去雇用一定比例的黑人 这可能不太明智 当然也可以理解 这可能对于提高黑人的技能 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收入都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就看情况 但到了后来 到了后来就是他的接班人 姆贝基呢 这姆贝基呢 倒是这个是奉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 所以一度是受到这个西方的赞扬 但是我看到好像他也经常做着不靠谱的事情 比如说他公开的宣传 这有点像川普啊 公开的宣传说艾滋病这个说法就是这个大医药财团的一个阴谋 为什么因为他他认为这艾滋病根本不是病 你根本不需要去治 知道吗 所以你也不用这个这个什么 在这个信心为需要有什么安全性 没没没关系 那么后来就是南非为什么大量的这艾滋病感染 跟他应该说是非常有关系 因为曼德拉99年就退休 他上台 那这也是统治的这个这个很多年 后来现在这个祖鲁才接手 祖马祖马才接手 所以说他有点像川普啊 所以这个新冠不是病的 这个就是一个一个阴谋啊 这个一个叫什么 一个乌龙啊 这完全不信科学了啊 同时的话呢 他也是母背基啊 也是非常任人为亲的啊 就是都是都关键职位都安插着自己的亲信啊 那么应该说也是比较腐败 那就是这个非国大统治以后啊 确实南非的这政治就腐败的非常 这腐败的非常快 当然我觉得南非这个就是这个转型前转型后 没有系统的研究 不知道以前白人的政治是不是就要比他们青年很多 也许是啊 所以因为这些原因的话呢 包括现在的这个竹马啊 也出了很多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南非的衰落啊 这就不奇怪吧 那那么我想最关键的话呢 还是就是这个社会契约呢 说上去容易那做起来很难 那因为人呢啊 就是我们讲什么人性恶 这确实确实就是这样了 人有各种各样的缺陷 那有些时候他明白道理 呃 但是这个他不会按照这个道理去做 那这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啊 那么按照南南非的情况 他应该是很小心 应该是就是这三个族群啊 这呃这黑人白人主掳应该是坐下来谈谈啊 那就是这个呃 要解决这个这个肤色问题 那就是要让这个国家政治啊 变得跟肤色没有关系 那这个川普当然没有直接关系 但我知道就是这两个人相比吧 那都是一样的 都是不信科学 那这领我们讲这个中国人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啊这领袖领袖的作用不可忽视啊 不可忽视 所以川普肯定是要对美国这个疫情要负责任 正如这母背基要对这个呃 南非的艾滋病泛滥要负责任 一样啊 啊那么南非当时是应该几个族群呢 他们是应该有这个就是呃 呃 行政社会企业特别难 但是一定要要要要能够要克服人性当中的这种缺陷 当然尤其是要把白人给安抚住 呃就是呃 曼德拉这个政策 他赶走了很多的白人技术工人 导致南非这个技术工人短缺啊 这是这是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啊 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啊 口号其实都很好 但是这个是这实际层面上怎么样 对吧 那么这次我们从啊 就是这次抗洪救灾就能够看到 是吧 那今天我还看我在我朋友圈里面还有一个帖子啊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啊 这个这个这次河南的呃大水这么大啊 呃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么可怕 那因为这个郑州啊 好像花了500多亿要建造所谓的海绵城市 对吧啊 这是什么叫海绵城市大家知道 对吧就是他能够吸纳水 当大水来说他不怕 那就不要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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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离这个看海的问题 当大水一来就变成汪洋哲国啊 啊我今天看到好像方舟只还发的一个现在不用看海 现在就是海了 为什么这样 这不就是豆腐渣工程吗 对不对 钱花了啊 也通过了验收 但是啊 就是争枪实弹一来看到根本不行啊 完全就是啊 这个人服于事是吧 把这些钱都给浪费了啊 这么多的钱解决什么问题啊 那么总而言之一言以蔽之它是个什么问题啊 当然很多问题包括比如没有言论自由啊 新闻自由啊 这个为什么啊大水来了 甚至有可能是某些地方泄洪了 因为大水时代太大 他可能害怕溃坝 所以可能会提前泄洪 但是泄洪他没告诉你 那你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我们看到就是那个什么京广什么隧道吧 呃 淹了好几米的水 很多的车 他有五公 前后有五公里了 好多的车都被淹没在里面啊 这个人员少亡还不知道啊 这个是可能不乐观啊 呃 那如果说人民获得了这些信息 他如果说有知情权有有有有言论和新闻自由 新闻自由什么呀 对不对 我们还在接这个啊德国的这个什么啊 这这抗洪的漏洞啊 啊这还在播这个啊抗日神剧啊 这都是央媒啊啊 河南本地的啊 这个也没有就这21号至少昨天啊 可能还没有商量好 还没有接到指示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都是亡顾左右而言他啊 根本就没有涉及疫情的事 那么这样你能这个呃有效 呃就是呃这个灾情呢 有效的去去去抗洪旧灾吗 这不可能 如果说没有微信上面这些各种紧急呼吁 恐怕政府连这个时候都不会做 大家还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啊 所以他有很多问题 但是呢归根结底一个什么问题 归根结底是一个选票问题 啊 为什么他会有豆腐渣工程 是吧 当然这个选票也是建立在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基础上 你要是没有信息啊 那这个你这个民主就不可能是一个知情的 民智的啊呃民主啊 但是呢光是有的言论自由 其实我们现在也有了一部分言论自由 对吧 嗯 微信圈里面虽然会被删啊各种啊 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啊 或者说这方面的自由呢 虽然还很不到位 但比以前有很相当大进步了 但是我们的选票价值一直归零 这一点进步都没有啊 那如果说你没有选票 你就没有办法去让政府官员对你负责啊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说我昨天也是这个非常的有感而发啊 就是三十年前我们还都还知道 这个我们要追求民主 到了今天反而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 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国的自由派啊 对民主整个就是一个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啊 差不多就是把民主归结为一个邪恶体制 怎么中国怎么会是这样 是吧 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三十年不是进步了 而是倒退了 而是堕落了 对吧 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会不知道呢 当然民主有民主的问题 我昨天也谈到了一部分这样的问题啊 但是没有民主那那当然是万万不能的嘛啊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选票的问题 你没有选票 那他干该干嘛干嘛干嘛呢 那那你也可以骂啊 你哪怕你知道在发生什么那你说中政府应该做这个不应该做那个 你喊破嗓子没有用你喊35pen lost 不高兴他把你抓起来 就是这个不解决问题 解决这个提出问题的人 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为什么归根结底就是个选票问题 就是个选票问题 而且这个选票问题不用上升到很高层次 比如说河南当地的 甚至可能不需要河南省 郑州市 郑州市下面的区 旁边周边的县 河南 就是这些县乡基层政府 人大真正由民选产生 对人民负责 他能帮我们解决很大的一块问题 所以你没有选票 那么他就不会把你当真 他就会给你炮制出来各种理念 各种概念 各种理论 各种思想 但是他不会去落实 因为你没有落实的手段 我们说呢 就是这个英语世界经常讲 Badits or bullets 选票或子弹 就是你让政府为你做事 那你只有靠这两样当中 你至少要有一样 那你如果哪样都没有 当然我没有子弹 但如果说你连选票都没有 那他就不会把你当真 他对你不会是认真的 那我们面临最大的困惑就是这个 那么三十年前 我们没能过这个坎 那么现在这坎还得过 不能说我没过就不过了 这个选票没有 那索性就不要了 而且还炮制出来各种理论 说是什么保守主义 这选票不好 一人一票不好 这不是 这到底是在干嘛呢 这在吃不到葡萄酥 葡萄酸呢 还是这种 一种心理上的 在受到压抑 或者不断适应 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自觉 虽然这件事 这个一直在追求 但都没有追求到 不代表就是他不值得你去追求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是 在这个比较灰暗的时代 前景非常不明 社会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个人应该如何自处 当然个人首先要保护好自己 对吧 大家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但是保护好自己呢 不代表就是没有底线 去这个投机专营 那么我不知道就是说 这位提问的朋友 到底做什么工作 那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好像个人有个人的情况 对于我们学者来讲 这就比较简单 就是如今中国也有各种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我们刚刚讲言论自由 那么言论自由在这儿 是没有得到制度性保障的 但是我刚才也说了 你说他一点没有 这显然也不是 至少现在不是像五六十年代那样 有谁拿了把枪指着你脑袋 让你说这个 让你说那个 让你喊万岁 没有所以你完全可以不说 是吧 你没有必要说一些非常出格的 哪个人的没有底线的话 我想这是对一个学者 如果这个人能被称为学者的话 一点基本要求 那我想这个底线应该就是说 每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就是至少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职业 当然周边的人家庭 父母儿女配偶 对吧 这个其实跟这个国家的政治 法治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但是比如你在单位 你在社会上 那你应该怎么去定位你自己 什么事你做或不做 什么话你说或不说 那么我想就是基本上刚才这个原则 如果当然如果说你有勇气 你敢说 哪怕被喝茶 甚至更严重的后果 你也不怕 这当然非常令人可敬 虽然作为朋友 我并不建议这样 但是如果说你不是那么勇敢 那也没关系 那云南应该是守住这个基本底线 为什么 因为现在你是有这个自由的 你是有这个空间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为自己去找借口 哎呀我这个如果不去做这件事 我就会面临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我想至少在大部分 甚至绝大部分情况下 这种情况不存在 那因为现在不是集权登峰造极的时代 那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那么这个我想其实也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他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让我们不要在这个良心上 自责也没有必要 因此呢 我就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过于郁闷 因为确实时代不一样了 而且今后我想还是会变好 好 美国这个内战的时候有没有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 应该是没有的 那首先就是这一个问题 就是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是指什么 那我们一般的来讲是指政府来限制言论自由 那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极少发生 基本上这个没有发生 主要就是在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之间 那个时候因为美国恐惧红祸 这个这个期间美国也参与了战争 所以呢 他制定了一些立法来惩罚那些反战的言论 美国的言论自由的宪法判例 最重要的就是出现在那个时候 所以美国政府限制言论 这样的事件是很少的 但是私人会不会限制言论呢 私人当然会啊 对吧 而且私人他有他有这个自由 就你我们两个都是普通公民 对吧 你有你的主张 我有我的主张 我们两主张可以不一样 我可以不听你的 你没有权利把你的论点强加在我身上 或者强迫我去听 那比如说你三番五次要到我家来敲我的门 那你来听我讲讲 你没有这个强力 那么在美国内战的时候 那当然美国人我们知道 他性质是比较伙伴的 是吧 那么有时候的话呢 你无论在南方或北方 某些不合主流的言论 可能是会受到打压 甚至会面临危险 那你到南方去 这个废奴 主张废奴主义言论 对吧 人家看你在干嘛 就到我家来砸场子呀 对吧 说不定这一枪 把你给奔了 你在北方也是 北方的这个情绪都是 很激烈的这个废奴 你跑到我家来主张奴隶制的 这个这个这个 有什么道德上的什么啊 你认为他还是有一种合法性 当然不可以 所以实际上在这种私人空间里面呢 我们的言论很可能会受到挤压 当然这个理想社会 我们都要宽容 对吧 尽管是不合 就是说这个这个 我听你的言论觉得不顺耳 不爱听 但我们仍然还是应该听 至少是应该容忍不应 显然不应该输出暴力 但是在现实当中往往做不到 那么这个 现在当然就是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一些 比如说推特把川普的这个账号给封了 就我认为呢 他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 尤其是川普卸任以后 当然推特可能认为就是川普的言论继续有很大的影响力 而且他的言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错的 比如他指责大选舞弊没有实施证明 对吧 而他的影响是巨大的 因此把他账号给封了 总之这个问题可以争论 但是呢 注意就是他不是政府在封我们公民的账号 而是这个 这一个私人公司 私人平台在封一个总统 现在是前总统的账号 那么这就不是那么可怕了 毕竟他不是公权力 当然某些朋友可能认为 这个话还不太好说 对吧 像这个什么推特啊 Facebook啊 虽然他是私人所有 但是 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带有垄断性 美国没有几个Facebook 只有一个Facebook 只有一个推特 对吧 那么他们是不是就是在行使的类似于公权力的一种垄断权力 因此他们也有义务要这个尊重公民 包括官员的言论自由 那我认为呢 这个是个这是个好问题 就是说公司的划分呢 当然按照简单的划分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言论自由就指的是宪法上的言论自由 他们针对政府 他不针对私人 私人是不会违宪的 但是私人可以违法 那法律要不要要求 比如说推特尊重川普的言论自由 当这个公司这个平台大到一定的程度 可能他也应该有那样的义务 当然这个义务到什么程度 也是一个比较见仁见智的问题吧 那么美国事实上的这样的问题 对于美国本身呢 不能说不存在 但是美国是不太适应处理这些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新闻自由的时候啊 实际上是有 对新闻自由有两种理解 那美国的理解呢 实际上是一种 经典自由主义的理解 那就是他相信自由竞争 那就是因此宪法只是对政府 因为政府的权力 它是一种垄断性的权力太大了 那私人 这是我们有很多个竞争主体 那比如就拿这个意识形态来讲 有美国有左派有右派民主党共和党 那么通常 通常这个经济上的竞争跟你左右没什么关系 对吧 推特你说他左到底有多左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那那么比如说电视台 美国电视台都是私有的 福斯新闻是私有的 CNN纽约时报 华盛丽约报都是私有 私有的那么就必然是有的左有的右 那我们确实也看到 对吧 川普或者他的官员曾经多次接受福斯的采访 但是没有什么CNN或纽约时报 愿意采访他们或者为他们做宣传 所以私人的媒体或平台 他总会会有倾向 这是而且这是他的自由 左派的媒体 他可以不接受右派的言论 右派的媒体可以不接受这个左派的言论 这是因为有右派的媒体来接受右派的言论 左派的媒体去发表左派的言论 这个叫外部的多元化 那就外部多元化 现在新闻媒体之外有多元化 但是呢我们看到可能有垄断 垄断以后你的多元化就不是那么多元化了 是吧 美国是处于他的经典自由主义 他仍然相信外部多元化 实际上呢 至于主张经典自由主义也就是保守主义的人 他在这新闻媒体这一块 很多人是认为美国没有 已经完全偏离了经典自由主义 也就因为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垄断 但这就应该是左派的话题 实际上欧洲尤其是德国呢 认为这个外部自由化不可靠 外部多元化 外部多元化不可靠 因为有垄断 所以你要依靠内部多元化 也就是说你要求新闻媒体或者是平台呢 能够平衡的去反映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意识形态 德国就是这样 他是这个有一系列的案例 我认为这可能总体的世界趋势 是在往德国那个方向走 而不是美国 正是因为存在垄断这么一个大问题 实际上美国呢 从1947年到这个大米根执政的1980年代 这么大概有40年时间 都有一定的内部多元化 就是这个FCC 就是联邦通讯委员会 是个联邦机构 要求媒体呢 这个就是采用平衡的报道 要有个Fairness Doctrine 公平原则 你反应右的观点 你也要反应左的 反应左的也要反应右的 那么这样可能就让这个听众 观众觉得你这个媒体比较靠谱 比较中立 比较独立 但是很可惜 里根时代 认为你这条本身就是对新闻的干涉 所以把它取消了 那么后来就没有公平原则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导致这些大媒体 所谓的主媒就没有这个义务 它可以比较偏向的反应 他们自己的观点或左或右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主意 这个然后当然又出现了很多的小媒体 尤其是很极右的小媒体 说实话大量的散布谣言 但是在个言论和新闻自由国家 你还得允许让这个谣言存在 但是普通人的鉴别力是有限 对吧 现在就变成了美国面临这样的困境 就是他的困境不是在于政府要限制媒体 限制言论 美国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么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个垄断格局基本形成的时候 外部多元化不可靠 你怎么样去实现内部多元化 这个美国似乎是相当不适应 我认为他应该恢复 就是那个公平原则 让每一个媒体和平台都承担这种平衡报道的责任 但是他一个更大的挑战 就是也是相关的一个挑战 就是因为这些小媒体和自媒体存在 我们似乎是进入了后真相时代 也就是说真相已经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我们以前讲真相真理只有一个 对不起 现在可能有多个 可能会随着你的立场不同 而有不同的真相 不同的甚至不同的真理 其实我认为不同的真理是可以的 因为真理往往就是信仰宗教 当然应该是多个 但真相应该只有一个 有没有会选 对吧 这应该就是个事实 那么这个 我觉得这也是个常识性的判断吧 大媒体还是比较靠谱的 尤其是美国没有完全丧失 这个外部的多元化 对吧 媒体也是有左有右 可能左的所谓 我们看起来左的多一点 但是像福克斯新闻 这样右的媒体仍然存在 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 平行世界的问题 我们一定还是要生活在一个世界里面 面对一个真相 这样我们才能够达成共识 才能够形成一个社会契约 而不是你生活在你的世界里 我生活在我的世界里 这样的世界是不会太平的 好 那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我看到好像可能我还落个回答几个问题 前面 一个呢就是这个南北战争 这个结果是不是必然的 当然不是必然的 我认为没有什么 当然你说胜算的概率 大一点有没有 那我想这应该是有的 我昨天提到了这个问题 对吧 因为北方毕竟是 就相当于你是 这两个国家 一个是工业国家 一个主要是农业国家 那么这两个国家 你说打仗谁会赢 那当然工业国家的胜算会大一些 对吧 他各个方面 经济方面 通常军事方面都会更加先进一些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美从美国内战本身的经历来看的话 他是有很大悬念的 尤其是南方的李将军 是个很厉害的将军 那南方的话呢 总体上人少 但是呢 就说这些贵族们比较的 这个骁勇善战 所以这个不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 好像得道多助 十大寡助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孟老夫子 一种自我安慰 当然他讲的有一定道理 对吧 得道当然帮助你人多 但是历史上这种凶残的统治者 或者是这个民族 像蒙古民族 获得大胜的这种事件 就是太平常太多了 也许就是进入到我们这个时代 可能是一个相对不错的时代 也就是说 强和善之间联系起来了 就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比较 就是道德比较高尚的国家 也就是欧美国家也是发达国家 就像蒙古族中野蛮的力量 去战胜文明的力量 今天这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 它可能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我也想它应该是带有这个必然性 只有这个自由的民族的文明的民族 才能够在这个工业化 后工业化这个道路上走得远 那么这些国家的话 必然在经济工业军事上 全面的领先于落后和野蛮势力 所以今天我们也许能说这个话 但是美国当初可能还不能说 虽然北方的迎面会大 后面提的这个问题吧 我这个还要去调查一下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这个奴隶组和这个女奴隶 如果说他们生孩子 这个孩子是个什么样的身份 这确实是个问题 因为当时其实北方指责 南方奴隶组的一个指控 就是他们乱搞男女关系 这也是白人对黑人的一个指控 就是你们这些黑人女性根本不检点 原来就是是有由头的 在这个做奴隶的时候 就经常跟主人乱搞性关系 那么有没有这回事 实际上当这当时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 后来我看好像是 就是那个福格尔的书上也反驳了 还是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文章 我记不得 反驳了这种说法 但是可能有这么回事 那么如果说他们生下孩子 我估计是他没有什么法定的地位 但是如果说这个白人奴隶组 比较善 他愿意认领这个孩子 对吧 那么他应该是不会希望这个孩子成为奴隶 也许他可以成为一个自由元 这只是我假想的一个可能性 可以去调查一下 我想网上应该就信息就有 高科技和这个就是蓝色之间 是不是有必然关系 也许 如果说他确实呢 某种意义上 也许有点这个证实马斯的经济决定论 当然到底是谁决定谁 这实际上是很复杂的 这很难认证的 很有可能是你这个地方的理念先进了 所以高科技公司才能来 他才会发展出高科技 对吧 这相互之间的原因到底是 高科技到底是生产力的先进 决定了所谓相对先进的意识形态 还是反过来 这个当然马克思和 马克思韦伯和马克思是 可能是不容易争论的清楚的 当你说的这个事实呢 是很有意思 而且应该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 就是南方或者是农业州 通常都是红州 那么高科技的就是比较高大上的工业 甚至后工业 IT产业都是蓝色的 或者说都好像比较左 这二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必然关系 我没有系统探讨过 大家可以去探讨 应该说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而且不仅是美国 其他国家应该也是这样 欧洲的这个农场主 或者是日本的农场主 日本为什么这个自民党 自民党是偏右的政党 一直在执政呢 和农村的支持 而且农村的 就是他的选举体制是比较偏向农村的 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还有陈到底 这位群友呢 提了这个水平很高的问题 就是美国内战呢 绝对没有一步到位的 实际上呢 林肯这个解放黑奴宣言 就是很大程度上是停留在这个民意 没有落实 没有到他真正的落实 也提到了 比如说这个北方军队 像谢尔曼 当时对某些城市实行这个三光政策 那么这种做法是否妥当 当然你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是不妥的 那但是没办法 这个战争 你一旦诉诸战争就没有那么多道义可讲了 是吧 战争的话就是这个胜者的正义 那他如果说他打败了 那他很可能会被判是反人类罪 但是他是赢者 而且他们可以这个争辩讲呢 这个就跟美国在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 那你说这是反人类呀 他说这个极大的减少了盟军的伤亡啊 提前结束了战争 否则的话 日本军国主义还要继续抵抗了 美国南方还对不对 没有这个不对他厉害一点的话 那战争可能还要更加这个持久 然后造成更大的伤亡 诸如此类的吧 总之这个一打仗 他其实里面有很多这种阴暗的东西 他不是不是什么好事情 啊然后他没有解决黑人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六十年代要发生民权运动 因为呃我想我们都知道 美国内战的一个特殊性是什么 是他不是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战争 他是白人和白人之间的战争 而是北方的白人 他不能够容忍这个奴隶制 所以遏制了奴隶制的扩散 然后是和南方之间发生的战争 所以他具有特殊性 这也是为什么 啊美国内战那么费 啊其实不好解释对吧 那白人就那么好啊 那北方的白人就是要解放黑黑奴 那黑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就我们这个我这前面这两次讲座 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是不是你背后就是经济利益 没有更多了啊 啊当然这个不是这么简单啊 但是的话呢 他是有特殊性 白人在替黑人打这一仗 当然也有黑人参与啊 北方也有这个也牺牲了不少的 自由黑人战士也有不少死的 但毕竟是少数是吧 呃这个 所以他一方面解释 他就成了一个悬疑 当然美正好也美国这国家 比较喜欢做学术 所以说就有很多很多 对内战原因的探讨 但是他同时也就是 把这个问题摆出来了 白人和白人之间在什么程度上 能解决这个本质上显然是 黑人的问题 那结果他就没有解决 那白人是会点到为止的 他不会跟你一直这么 这么下去 对吧 因为人都是理性自私的 没有人会愿意付出 这么大的代价来为你 为别人去争取什么权利 这就是一个现实 这人性的现实也无可厚非 所以黑人问题是没有解决 后来就是进入了这个种族隔离 最终是要靠黑人自己起来解决 那实际上就是其实黄州人 亚洲人也一样 虽然没有到奴隶制这个角度 但是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平等对待 那么很大程度上 这个亚裔也是搭了这个黑人民权运动的便车 这个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大概美国当时既然通过内战这种方式来解决 也就期待不了一个更好的解决结果 所以这个等于印证了这句话 从来没有救世主 对吧 叫什么 要什么国际哥怎么唱 还得靠自己 要靠自己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当然我们讲什么 哪里有压迫 哪里有反抗 这也是胡扯 当你一个族群处于绝地弱势的时候 哪里有压迫 这压迫时代被压得很的 哪里还就没有反抗 所以它当然不是这么简单的 当然美国当年黑人也有反抗 但那个反抗太微弱了 不可能从体制上去打败白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废奴 它最后是靠了白人 如果说白人不分裂 那么占了绝对多数的白人 在各方面经济上 这个技能上都占优势的白人 要决定性的要去压制黑人 那黑人是没有出头之日的 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实 关于南美 似乎种族歧视要少一点 是不是因为跟他的文化 比如天主教文化有关系 还是说他是民族解放运动 当然可能跟他的民族解放运动 有关系 但是这民族解放运动 就相当于是美国的独立战争 但独立战争以后 他远没有美国那么顺利 他的不顺利 你从拉美的分裂你就能看到 这个问题我就先不展开讲 就你看到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只有一个国家 拉美有多少 33个国家 当这个玻利瓦尔在一开始 就什么解放委内拉 解放哥伦比亚的时候 他是要有 他是有野心要建立一个 拉美共和国 就跟美国一样 就叫拉美合纵国 美国是美利坚合纵国 他是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 United States of Latin America 但是见不成 他他们的民主文化根本不是 他最归根结底 他是他的民主政治文化 那么这个其实从玻利瓦尔身上 就能看到 我刚才提到 就是领袖的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 那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你比较一下 比如华盛顿和玻利瓦尔 他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格 他是两种不同文化成长起来的 所以这就决定了 拉美的命运跟美国截然不同 但回到刚才这个族群的问题 我不认为 他和文化 甚至跟制度有必然的关系 因为拉美的制度建设是失败的 跟什么最有关系 我想最直接的还是 他的人口构成 拉美的构成 大多数并非是白人 并非是西班牙裔 而是土著 或者是黑人 或者是印第安人 这当然这有点 这个种族主义的看法 但是他其实现实就是这样 就是说 弱势的群体构成的多数 他们当然不会自己去歧视自己 我最近正好是在看 这个拉美内战 读到这个拉美史 有一个学者写的 也挺有意思 他把这个拉美分成是两个模式 一个叫热带模式 一个叫温带模式 温带模式的国家很少 大概只有这么三个 智利 阿根廷 还有乌拉规 就什么叫温带模式 就是他离赤道比较远 因此气候比较适宜 不是那么炎热 湿热 所以白人比较愿意去 那白人比例就比较高 所以这三个国家 他认为 就是制度建设相对成功 其他国家就离赤道很近 他这就相当于是地理决定论 或者是赤道距离决定论 离赤道近的天热 不移居 白人不愿意去 少数民族群居 然后土著 所以说他们的制度搞不好 他这个比较种族主义了 但是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有的也解释不通 比如说阿根廷 他们内战也挺多的 不是像他这个说的 就截然分明 好像温带的 就比热带的要成功 但是他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拉美 他是这个土著 印第安人 黑人比较多 所以他就没有像美国 那么严重的歧视 美国 这个白人 这个占了主岛 那个时候应该是 尤其是在没有这个奴隶贸易的时候 他们就更是了 对吧 后来黑人之所以那么大的比例 是源源不断的 从这个非洲啊 或者就是叫什么 West Indy呢 古巴那些地方 进口了很多的奴隶 所以这奴隶 大概后来就构成了 他人口的百分之一二十 这个概念 那么他的绝对多数是白人 白人在各个方面又显得优越 因此他这种种族 白人之上 种族主义文化就很容易形成 我想这可能是解释美国和拉美 在种族问题上差异 最自然 但我也不能确定 就一定是最正确的解释 好的呢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呢 我就先回答到这儿为止 大家有其他问题 可以再继续提 我们可以再继续滚动 谢谢